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1月11日 也是多尔圣马定主教纪念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心中的医治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经过撒玛利亚及加里勒亚中间 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 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他们提高声音说 师父 耶稣 可怜我们吧 耶稣定睛一看 向他们说 你们去叫司机们检验你们吧 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 其中一个 看见自己痊愈了 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 并且贵福在耶稣族前 感谢他 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耶稣便说道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人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外邦人 就没有别人回来 归光荣于天主吗 耶稣遂给那人说 起来 去吧 你的信德 救了你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当我们阅读今天 福音中十个赖病人的故事时 也许我们可以在那些赖病人身上 看到我们自己 这些赖病人向耶稣求救 对他们来说 赖病是一种外在的皮肤病 染上它 让他们无法过正常充实的生活 对我们来说 赖病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一些伤痛 比如说 我们和他人有许多冲突 或他人对我们的各种反应和态度 面对这些问题时 我们感到不舒服 在某种程度上 它让我们无法好好的生活 我们心中也需要向耶稣大声祈求 希望他能够治愈或解决这些问题 好让我们能够继续过自在的生活 福音中 耶稣聆听了赖病人的求助声 就如他今天 也会聆听我们的祈祷一样 但是 耶稣不光是要治疗外在的冲突和纠纷 使外部得到和平 或让外在的问题消失而已 他更渴望 他更渴望治愈我们内在的创伤 针对问题的根 施予他的医治 这是因为每一个冲突背后 隐藏的是人们更深的需求 我们需要被倾听 需要被肯定 需要被爱 耶稣 耶稣想用他的爱 满足我们这些需求 并治愈我们内在的伤口 福音中 只有一个人意识到耶稣正提供内在的治愈 只有当他意识到的时候 他才被真正治愈 怎么说呢 当赖病人高兴地回来感谢耶稣时 我们清楚地看到 内在的治愈会透过喜乐 感恩 显现出来 他的心已经改变了 因为他的心转变了 他将有动力去感恩 原谅 寻求和解 进行沟通 学会用爱 去面对生活 请品尝圣言 默想耶稣 他在治愈你的外在伤痛时 同时 也用他的爱 医治了你的心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不要一个人 面对生命中的伤痛 尝试去朝拜圣体 让耶稣的爱 医治你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祝 我需要你的大爱 拥抱我受伤疲惫的身心灵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透过耶稣的大爱 得到身心灵的治愈 我们明天再见